那新加坡一般的道路速限是在60到70 那市區道路的話像這個地方大概就是50左右 那到學區的話就直接降到40 但怎麼降呢 沒有錯啊就是需要的時候再降就好了 有燈亮的時候再降速就OK了 所以一般的降速的時間大概就是早上上學時間 中午跟晚上下課的時間 降機可以保持車流順暢 而且只要在必要的時候把速度降下來就好了嘛 這邊也可以看到遠處的這個地方其實是沒有圍欄的 但進入學區之前呢 這一塊有個綠色圍欄長長的一直沿到學校的圍欄 除了前面的黃色閃燈之外呢 進入學校之後還會有一個Slow跟School 在遠點可以看到這邊會有一個紅色的大色塊區域 你根本無法忽視掉學校區域已經到的這個事實 甚至在人心道上面還會有這個School Zone 進入大量行人走路的小販中心停車場前呢 也有一系列的減速設計 從馬路彎進來準備到停車場的路上 首先你會先碰到一個減速貨 而且路中也有實體的分隔島 左側也有折線標線 視覺上讓路寬縮小自然就降速了 接下來地上也有AH的字樣提醒你 欸 前面有行穿線了 而且還是加高的減速帶行穿線 右邊也有黃色閃燒燈 提醒你開始要注意行人會穿越囉 所以從原本限速60的地方 彎進去行人比較多的地方的時候呢 一連我們碰到四五個自然的減速設計 讓駕駛人自然而然的放慢速度 好 綑瞻國中前面的學區就是這麼樸實無華 你看 完全看不出來是學校啊 看起來這是一個黃色的鋼構橋 小小的一個LOGO帶在那個地方 完全不知道它減速啊 突然有小朋友跑出來的話可能就 時速50給你撞下去的時候 致死率是90% 時速40公里的話 致死率是60% 時速30公里的話 你致死率就有10% 所以我實在不太懂在學區 把速限從60降到50 意義在哪一邊 你應該是降到大概30左右 然後呢 路面鋪設各種明顯的東西 地上寫個school room 有些在學校學區門口 就只有一支萬年黃閃燈而已 沒有任何其他的標誌 不管是人 車 出入其實都很危險 不過好在至少他們鋪得很清道 你看 還不錯喔 你看 這邊有 那邊也有 那邊一直到7-11嘛 這邊我們看看到哪一個地方去 走 走走走走 沒了 然後一直斷的很奇怪 它正在一個花式的前面就是這樣子 切過來 那邊大概是沒經費的是不是 台灣政府對於學生的保護 就是差一支小小的藍色學校告示牌 加上測速照樣機 就收工了 簡單的設置呢 卻對少子化有莫大的貢獻啊 連人心道都做得零零落落 對於學生的安全呢 可以說是一點都不在乎 那速限呢 也不分時段的降低 就算平常沒有人上學 也一律要降低速度 唯一的好處呢 就是增加了地方政府的收入 我現在人又來到新加坡了 我們再來看一下 新加坡的學區設計 跟台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是 阿摩喬 這邊的一個叫Anderson Primary School 為什麼選這邊呢 主要就是因為 嗯 阿里屋住的地方只要10分鐘就到了 那基本上我研究過了 新加坡的小學區他們的設計 基本上大概就差不多了 畢竟他們當初設計的時候呢 就覺得這些小朋友呢 因為他對道路使用的經驗比較少 所以他們需要特別的保護 那至於台灣呢 就交給大尾 那新加坡呢 一般的道路速限是 限時在60到70 那市區道路的話 像這個地方大概就是50左右 那到學區的話 就直接降到40 但怎麼這樣呢 沒有錯啊 就是需要的時候再降就好了 有燈亮的時候再降速就OK了 所以一般的降速的時間呢 大概就是早上上學時間 中午跟晚上下課的時間 現在是可以保持車流順暢 而且只要在必要的時候 把速度降下來就好了嘛 這邊也可以看到 然後遠處的這個地方 其實是沒有圍欄的 但進行學區之前呢 這一塊 有個綠色圍欄長長的 一直延伸到學校這一邊去 除了前面的黃色閃燈之外呢 進入學校之後還會有一個 Slow跟School 在遠點可以看到 這邊會有一個紅色的大色塊區 你根本無法忽視掉 學校區域已經到的這個事實 甚至在人心道上面 所以還會有這個School Zone 除了整個設計最重要的一環呢 最後面還有告訴你 這個學校區已經結束了 不像台灣 到底學校區開始之後什麼都結束 沒人知道 另外我剛來新加坡說 有些事情讓我覺得很奇怪 新加坡在衛車車道 幾乎沒有車在圍停或是暫停臨庭 後來發現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都把這些臨庭的外部成本 直接內部化 就像旁邊這個地方 進去就是家長的接種區 反正就是這樣 把不好的事情外部化 因為沒辦法 地太貴了 如果說地很貴的時候 你勢必又要把很多的公共建設 推到外面去 這次我們拍的Anderson Priming School 其實呢就是新加坡郊區的一個學校 也不是他們完整的示範區 所以很多人型庇護島啊 折線設計啊 或是Bump設計 其實呢都沒有在這次學區裡面看到 但這就是很真實的呈現 真正的新加坡的小學附近的設計 到底是怎麼個樣子 而且現在根本不用說 光是這個人行道 就先了60分了 而且上面竟然還有全部的遮音 所以即使現在是11點多大太陽30幾度 我還是覺得走起來還算舒服 新加坡政府對於學區附近的交通 都有一套統一而且完整的設計 Drive-Thru這種得來數的設計 家長呢可以安心的把車子 開進學校內接送小朋友 而且司機呢要送貨送便當補貨 都可以直接開進去學校內暫停 非常的安心 鏡頭再換到隔壁的公宅 所有的汽車要停車上下人 車 貨 都可以直接彎進去社區的停車場 但裡面上下車安全又安心 把停車成本內部化到學校 百貨公司 社區住宅的好處呢就是 道路不需要不斷的拓寬 設計兩線道就有兩線道可以開車 反觀台灣呢 最外側的車道要肩負 計程車 公車停等 上下人車貨物 沒有妥善設計的停車空間 就容易違規並排停車 所以雖然我們規劃了三線道 但是外側車道呢被零停車輛佔據 被擋住的車子又要切到中線 所以變成中線外線車道都不上通 實際能夠順暢通行的只有一線道 這樣交通能不堵塞嗎 再退一萬步縮七 這就是雙向來回兩線道 加起來就四線道的設計 也沒有像台灣一樣 突然把那個外側車道路的超寬 沒有 但是你還是覺得這個整個動具 是非常的足夠非常的遠 為什麼呢 因為就是人行道 這樣的設施 讓兩三個人並肩走起來 一點也不會覺得很緊 而且它的人行道 設施帶 水溝 都設計得非常完美 讓我想撞也撞不到 甚至像我走到這邊呢 這是一個大型的路口 從這個地方轉過來 先做個人形的屁股島 讓你可以在這邊休息 轉過來之後呢 直接縮短紅綠燈的長度 所以讓每次紅綠燈的長度 只有30秒不到讓你去通過 所以這樣不管是行人 快速通過之後呢 也不會覺得很緊張 汽車也不會覺得 趕我一直要等你 煩死了 另外加碼一下 我在新加坡開車的實際畫面 你看前面呢 是一個左轉專用道 左側的標線呢 畫輪折線 讓車道有縮減的感覺 在駕駛人自動減速後呢 才出現行穿線 右方也有行人聘護導 讓行人不用一口氣 過完這個雙向六線道 而且旁邊呢 任何職災都沒有 不會遮擋到行人 駕駛也很好判斷 是否有行人要通過 路面也有Bus的赤匠提醒 欸前面有公車要進出站咯 甚至在公車出站的地方 也有黃色色塊提醒你要離讓公車 在進入大量行人走路的小販中心 停車場前呢 也有一系列的減速設計 從馬路彎進來準備到停車場的路上 首先你會先碰到一個減速貨 而且路中呢也有實體的分隔島 左側也有折線標線 視覺上讓路寬縮小自然就降速了 接下來地上也有Ahead的字樣提醒你 欸前面有行穿線了 而且還是加高的減速帶行穿線 右邊呢也有黃色閃爍燈 提醒你開始要注意行人會穿越囉 所以從原本限速60的地方 彎進去行人比較多的地方的時候呢 一連我們碰到四五個自然的減速設計 讓駕駛人自然而然的放慢速度 而不像台灣只插了一個限速標誌 然後放上測速器 用自然而然的減速方式降低速限 這台叫設計碼 台灣的交通部公總 歡迎來抄 抄不用錢喔 MING PAO TOREN